他们的运程是怎么样 哪一种算法比较准确 八字它的准确度 这种八成多 原因是因为它的组合 超过一百多万种 没有五代十国 十指品的指品八字 他们所前 只谈朝以来 古人算命其中一种方法 就是用那个年之 就是今天我们说的心肖 如果我们用心肖来算命 只能谈到神肖 就是我们说的 吉生和凶生 这是所谓的神肖 其实也是暗门不停的循环 所以它本身 就已经有它的决限 后来有人把八字里面的 十神套进去 这是我们说的 笔尖 劫财 十神 三观 正 偏财 观煞 可真偏硬 你肯定会想呢 现在全世界人口 超过七十三亿 怎么样也不可能呢 只有那区区的 学生院程 对吗 华虽如此啊 新年用心肖来预测来年的院程 在我们华人社会里 早已成为传统习惯 就好像我们在春节派哪个红包 用哪个红包把哪个年兽赶走 要不我们现在马上参考一下 2015年 各个生肖的任程是怎么样 好吗 书图的朋友有1939 1951 1963 1975 1987 1999 和2011年 以立春过后为准 2015年为仪美年 牧牙年 是土的 太岁为阳心代将军 是土的朋友 在2014年和2015年 这两年的任程都不错 不论贵人和桃花也旺 到2015年 因为半壳太岁 得到太岁的帮助 容易得到上司和贵人的扶持 桃花也特别旺 但是在感情上的桃花 都是一些雾水情缘 来得快走得更快 尤其是1987年出生的人 有机会会遇到桃花节 因此应该尊重在事业上 所以土的朋友在2015年 财运方面也相当理想 曾经2014年的旺次 在2015年有政偏财 除了政财外 还有其他赚钱的门路 总之对苏突的朋友来说 2015年是走运的一年 一定要好好把握 其中1984年出生的丁毛人最好 1951年出生的人 因为进入三科 要特别留意肺 1963年出生的 就要特别留意肝和胆 如果你是抽烟的 最好手抄一点 早一点睡 多做一点运动 你也可以考虑 配戴以及金马 吉星有金贵 税路 赞心 拔座 可天解 金贵 可税路 代表有正裁 可加深 赞心 可拔座 有权力的意思 暗示 有生质的机会 天解 是一颗很强 可有力的心 对解决问题 是非常有利的 而且对健康方面 也非常有帮助 雄心有 拔座 血润 天煞 天红 非脸 可否成 虽然 有那么多雄心 其实都是一些 对健康 可是非有影响的心 拔座 血润 天煞 都是暗示 有病 血光 可意外 例如 地道 古界 等 幸好 有天解 性的交流 说离的朋友 在2015年 只要防止 小心 动作 不要太快 这可以 逢松 发迹 那么天红 非脸 失先 失费心 说离的朋友 在2015年 会遇到很多麻烦的人 所以一定要忍 否则 这些麻烦 会越弄越烦 你只要忍 很快 就有贵人出来解决 否则 亏了你的情绪 有一点闷闷不落 整体来说 苏离的朋友 在2015年的运程 是不错的 但是要特别留意 是非和健康 尤其是股 要特别留意 浓烈 三、吃和八月份 那么到底还有什么 我吹竭鼻胸法 风水布局 产情可以浏览我的官网和土豆网 最后 祝大家 雅年好运 心散事成 身体健康 采运滚滚来